新的布局示威其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批变之间 就是跟过去的情况都不一样了 那么财商如果还用原来的这个布局 那会产生这个很多地方就跟不上这个角度了 但是要做这个新的布局 有的时候对他们大陆上推出来的一些政策 或者一些这个做法 财商是要一点直接消化 所以在这个平台当中我们希望能够协助他们来解读 然后在里面给他们商讨的时候对新的方向 我想大概这个是我们平台该做的事情 那么当然真正要去打平的还是要调教自己的 所以我想这个布局是完全是因应现在这个变化太快了 不但疫情还有战争还有通货补充 各种各样的影响 而且大陆自己的经济政策也在变很大的改变 所以我也希望能够在这个布局上 多推迟一些我们协助这个台商 进入他们的内销的经济圈里面去 让台商有新的发展方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